民民有福了 今年最大的满月即將在下週登場 這也是今年最後一次的超級满月 台北市立天文館表示 跟今年一月的最小满月相比 大約是一元和五元硬幣大小的差別 增大了13.5%左右 只是满月的時刻在下週四的凌晨2點多 很多民眾可能都已經睡著 因此最好的觀賞時機 會落在下週三入夜 一樣可以看到又大又圓的月亮 這個就是13號晚上 大概7點半左右 我們可以看到的月亮 想欣賞又大又圓的月亮嗎 下週就有個絕佳機會 因為今年最大的超級满月即將登場 台北市立天文館預測 下週三傍晚5點6分 地球和月球中心距離357372公里 是今年月球離地球最近的時刻 但要等到入夜後月球升起 才會看到比較清楚的月亮 最大满月時間 落在下週四凌晨2點38分 不過時間太晚 因此天文館建議 13號晚上是賞月最適合的時間 可以建議大家就是在13號 入夜之後看得到月亮升起 大概6點半7點左右 就是陽光比較沒有阻礙的時候 這時候就可以開始看了 甚至晚一點八九點 其實也會扮 也是可以的 既然是今年最大的滿月 那到底有多大呢 看看它跟今年1月的最小滿月相比 足足大出13.5% 大約就是1元跟5元硬幣的差別 13號當天只要記得抬個頭望向天空 就很容易看到滿月 在家裡附近呢 你就找個東邊比較沒有遮蔽物的地方 比如說沒有三擋道 也沒有住宅物擋道的地區 其實就選擇比較空曠的地方 或者可能到家裡的房子的屋頂上 也都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只要天文迷們注意當天氣候 不影響觀賞品質 不妨糾葛三五好友 一同欣賞今年最後一次的超級滿月 記者學姐 許秋名台北採訪報導